今晚7点多桃园市大京西路二段一处集合住宅传出火警 邻居听见痛一声炸裂巨响后 7楼窗口随机窜出火焰 消防还在沙发发现一命路级的鲁性女子已经被大火烧成交尸 消防初步调查 罹难的鲁女63岁 大陆级有口腔癌 癫痫病史 一旁还留有好几个酒瓶 当时袭密后发现鲁已经被烧成交尸 独自躺在客厅沙发上 消防调查 该户名宅的鲁性屋主之前 把房子借给开计程车的罗姓男子 49岁 罗在河鲁女同居 但和鲁并不认识 案发后住户吓到纷纷逃出 聚集在一楼大厅惊恐未定 其中也有一名疑似住户女子 不断朝为官民众高分被叫嚣 驱赶就连到场协助办案的警销人员都受到干扰 警销说到场时已经全面燃烧 连破两个门后立刻以水柱扑灭 火势随即控制 现场为二房离清 路的四周还放了好几个玻璃酒瓶 但是意外还自杀 仍有待检井离清 富人被烧死的公寓 记者曾卷又摄影 分享 事发现场 记者曾卷又翻射 分享 事发现场 记者曾卷又翻射 分享 分享 下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